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不提抗告 小草大集合挺科 形容柯文哲是菩薩 台灣曼德拉被各界打臉 知己摩羯颱風狂襲中國海南 驚人畫面全曝光 中國網友質疑 難道是豆腐渣工程現行嗎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今晚自由報新聞 歡迎收看自由報新聞 你好是呂月綺 好持續來追金華城弊案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羈押禁見 那麼今天柯文哲的律師聲明了 柯文哲決定不提抗告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不要讓法院為難 那麼這個說法呢 律師黃定就說了 這只是柯文哲評估抗告的勝算很小 那麼下台階的說法 而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也說了 不抗告就是擔心更多的致命證據外洩 那麼最新的偵辦進度 也要看到是檢聯團隊 也加入了一位金流高手 是北檢檢察官陳文景 他對數字非常的銘銳 曾經也偵辦過王牌交易所的詐騙案 追出洗錢超過10億元 那麼他就要來釐清柯文哲的不明帳目 是否涉收賄 那麼今天也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晶坐在輪椅上被推進居留室 那麼這也是北檢首度來提訓沈慶晶 要查出的是他涉嫌花了4740萬元 來買通國民黨議員應小威 遊說柯市府來提高金華城的容積率 那麼也要釐清背後的金流全貌 那麼現在民眾黨被質疑 想要拉蔣市府來背書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卻反駁 他強調金華城案符合法律的程序 但是金華城案要看法律的判決 他也沒有說過金華城案合法 那麼台北市長蔣萬安又說了些什麼 馬上來看 是否合法 這必須要尊重法院的認定跟判決 所以這個案子當然進入司法階段 我們尊重司法的調查 如果發現違法當然追究責任 如果沒有也必須要懷人清白 好 昨天民眾黨動員全黨 集結小草來聲援阿貝 不過宣講中呢 民眾黨立委激動的表示 柯文哲是被政治迫害 還希望他是視線菩薩 甚至還有人說他是台灣曼德拉 馬上來看 他要做台灣的曼德拉 我想通了 柯P是一個視線的菩薩 什麼叫做視線呢 他用他的肉體 他現在受到的折磨 要讓你們看清楚真相 好 繼續來看柯文哲是菩薩還是曼德拉 那麼看在時代力量黨主席 往晚預言中呢 他就直呼這是把嫌疑犯造神變成偉大禮袖 他就示警喔 一定要嚴肅的看待民眾黨的邪教化 那麼對於民眾黨不斷來喊出 司法追殺 政治迫害 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斯堯回擊 他說呢 台灣是成熟的民主法治國家 帶你們來看 過度激情的去激化社會的對立 都不利於國人對於司法公信 公正的偵辦 我想這樣子的帶風向 這樣的政治操作 讓他單純的進入一個 不看證據 只看顏色 把他輪為一個刻粉跟刻黑的對決場域 這真的對於台灣的法治社會非常的健康 好 至於回來看到的是資深媒體的黃志玄也批評 民眾黨是用菩薩來掩蓋柯文哲 質疑呢 民眾黨驚喜對比 立場前後不一 像是呢 有說到柯文哲的妻子 陳媚吉呢 他就說撿到燈門搜索的時候 柯文哲不開門 不是在滅政 他是在洗澡跟大號 那麼之前民眾黨還說他是在睡覺 這兩個說法又都不起來了 那麼對照的是柯文哲還有在2014年要選台北市長 部分原因曾經說過是國民黨國家機器要搞他 如今態度大不同 像是呢 昨天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 蕭旭成也到民眾黨的機會來支持 並說了馬英九完全知情也同意 那麼這是代表馬英九陣營來挺科嗎 而馬英九陣營現身小草大會 民進黨立委吳佩怡就炮轟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有一套劇本 十年都沒有變 是什麼呢 就是他說 十年前黃國昌背叛學生來密會蕭旭成 現在呢 也是一樣這一套宣稱他不知道 現在造勢呢 又跟馬英九陣營合體了 準備要來收割民眾黨 那麼醫師作家蔡依成呢 也說他看到小草的集會 說呢 民眾黨的政治人物呢 都在真相信小草不要走 要相信阿伯 一樣也要繼續來支持沒有阿伯後的自己 還是一樣的沒有核心價值 那麼繼續來看到對於金華城弊案 民進黨議員簡舒培質疑 裡頭所謂的巧合 巧到不能再巧了 都委會前委員王戒駒呢 今天也曝光 金華城案是找不到任何的法源依據的 裡頭本來就是非比尋常 而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延峰也在炮轟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上台的喊話 就形同公開篡政 倒不如來好好公開這個金流比較實在 那麼現在民眾黨也決議 不對柯文哲做黨紀處分 民進黨發言吳針跟律師陳又欣 要揪出背後的疑點 那麼帶你來看 我發現民眾黨黨紀的一個邏輯了 其實他背後是有邏輯的 就是如果你在黨裡面是比較小咖的 你的處分就會很直接很嚴厲 很迅速有沒有 真正位高權奏有影響力的 像是高鴻安像是黃三三像是柯文哲 其實都沒有做出實質的處分 就在去年 因為高鴻安案件的關係吧 他們把這樣的一個明確的標準給刪除掉 所以現在就是他們想怎麼樣都可以 這就是給自己一個上下其手的空間 所以現在來講 民眾黨的這個連政準則已經沒有標準可言 好 繼續來看外界質疑 沒有柯文哲的民眾黨要面臨滅黨危機了嗎 資深媒體的黃偉翰就感嘆 現在民眾黨直接要綁定黨主席柯文哲 也沒有向其他政黨來祭出登出的機制 將會面臨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場景 那麼前國大代表黃鵬肖也說 民眾黨低估台灣民眾的常識了 因為現在等於是成也一人 敗也這一人 理念創辦人曹新成也再度的說重話 他就批評柯文哲是痞子政客 沒有核心價值也沒有基本的理念 而且還附和中共 像是他對黑熊學院的攻擊跟迴謗 讓他淪為中共的統戰工具 我還要來看到超級強台摩羯颱風的威力 本月6號是登陸到中國海南 那這個威力好大喔 好多民眾就直擊到這個狂風暴雨 還有閃電 中國海南的文昌市首當其衝 重大的災情來看到是包含有6台 價值人民幣千萬的鋒利發電機 直接被斷頭折斷了 還有高達120多萬人受災 以及嚴重的死傷 那麼這也是中共有史以來第二強台 而現在呢摩羯颱風也轉撲到越南了 也不斷來傳出災情 而在中國海南的部分呢 經濟損失呢 預估可能是高達人民幣600億元 相當於新台幣2741億 非常的驚人 好持續來看到摩羯颱風襲擊海南 民眾有拍照整個大樓的陽台 直接被吹垮 客廳呢是門戶大開 一不小心可能連人都被帶走 還有呢在戶外呢 也是看到這個畫面好危險喔 是鐵皮的屋頂被掏空 站在路上呢 更是視野都是很模糊的 看不到前方 而中國網友也整理喔 這些畫面喔 是當地知名的景點前後對比 像是第一個是最美的網紅餐廳 幾乎呢都被毀了 而酒店大樓外牆也幾乎都剝落 跟之前差好多 還有民眾呢分享 他在18樓的住家也變成圍樓 就連很多新大樓呢 陽台窗戶也被吹走 誇張的景象讓外界都懷疑 這到底是因為天災還是人禍 是中國的豆腐渣工程現行了嗎 上次有中國網友就開酸 風雨過後要看見海鮮了 連陽台都不知道安不安全 質疑到底是風太大 還是工程品質太差 也有不少外國網友就直呼 還以為是中國的爛尾樓 偷工減料的施工也不意外 還說呢是因為偷工減料才蓋得快 那麼繼續要看到摩羯颱風 是一路的狂掃 到了中國海南之後呢 還轉鋪到越南的北部跟菲律賓 重創各地 好來關心各縣市呢 陸續出現罷免行動 第一個要關心到的是在新竹 有公民團體呢 規劃在9月份呢 發起閃電連署的動員令 要針對的就是新竹市長高鴻安 發起連署罷免跟短獎行動 計畫會在公園市場還有車站 等等地方來連署設點 做連署書的實體收件 或許市民朋友要勇敢站出來 建築的就是涉嫌貪汙的市長 還有平凡出國的代理市長 讓民眾很不高興 來繼續由他們管理市政 那麼繼續要來看到 是新竹市這一次的罷免案 最低的連署門檻呢 是需要達到3547份 目前公民團體已經收集到 1251份 進度是35個百分點 那麼他們希望最後的目標 可以收集到35465份連署書 那罷免行動呢 消息一出 網友也發聲來力挺 也有人說高鴻安一審已經停止了 等他進土城 可能也要市長任期結束 另外也有人說 民眾黨不滅台灣永無安寧 可見行動市民呢 對於高鴻安的涉灘事件 已經累積了很多不滿的情緒 那麼另一方面呢 要來看到是同樣是罷免行動 發生在金門縣的議會中 今天上午呢 在金門縣議會 針對議長洪雲點 舉行罷免投票的會議 不過現場呢 只有8名的議員到場出席人數 沒有過半 最後呢 留會了 那麼雖然罷免的會議沒有通過 但是也創下地方 制度法1999年實施以來 議會首次的出現議長罷免案 其中的政治角力 外界也高度關注 感謝收看今天的自由報新聞 還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更多交電話題